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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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款便當包裝上寫著 鐵雞香腸便當 讓人好奇 這鐵雞值得到底是什麼 但打開來 除了有菜 蛋以外 數一數 裡頭一共有八條剖麵香腸 加起來 這是四根完整的香腸 原來這根撲克牌 拿到四張一樣的牌 都一樣 叫做鐵雞 有一曲同工之妙 因為這樣加起來 剛好是四個 八個一半嘛 對 所以剛好是鐵雞 對 還算有想法 就四隻這樣子 鐵雞一樣 對 滿有趣的 對 甚至有網友買了這款便當回家 打開來當場笑了三分鐘 還有人開玩笑說 要不要鐵雞價拍還是同花順 但也有人強調 這個他無法 太多香腸 感覺真的很膩 香腸加酸菜加入掛包裡 講到台灣小吃攤 總能看到有人在賣香腸 不管是雞豹飯還是排骨飯 放一片香腸當配菜 似乎也很常見 木炭爐子上面 一條條香腸和米腸 烤得香其四億 加醬料 蒜頭和菜脯 這是夜市常見的大腸包小腸 根據統計 一年香腸熱狗市場 就達到六百四十七億美元 像我自己的話 就是會買一個這樣一個吃 但是也不會把它當主食 然後另外再點東西這樣子 大家都在吃 後來就習慣了吧 就一個算是國民小吃的概念 國民美食香腸加入便當 配菜成了主菜 取諧音名稱 也讓人會心一笑 三日圓網上的陳佑蓉 太平報道